大家好,我是Dan 女团Promise9加入了Platice娱乐 与New East 17成为一家了 今天Platice娱乐官方表示 Promise9将会加入 从出道专辑到现在 意志担当之作的本公司继续活动 原俗事公司透过与Promise9 以及本公司深度讨论后 决定了Promise9的转会 能与Promise9成为一家感到非常高兴 为了艺人们的发展 公司会全力支援的 因为Platice之前有过Pristine的士气 再加上AidoraQ也有过造假争议 所以现在韩文网友们的反应 并不是很好 亲女儿Pristine就那样给抛弃了 别家女儿却放在自己的户口上 谁会看好呢 Pristine能再活动一点的话该有多好 所有属公司都没有想要努力 所以很伤心 对Promise9粉丝们来说 应该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吧 可能会被冷冻 因为有冷冻女团的前科 哇 造假了也不解散 Aidora跟X1太可怜了 就算是Labor不一样 但是Hype都放弃了 有点轻骨 他们也可能会被冷冻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本来就在使用Platice的练习室 也是由Platice管理 所以早就料想的会有这一天了 要骂也要骂CJ跟Platice 为什么要骂Promise9呢 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 就是因为所属公司不好好工作 所以没有红 希望Platice能好好支援 对于Promise9加入Platice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神奇的巧遇 一位航空网友上传了 自己拍刀的交通事故 什么地方神奇呢 前面这辆车的车牌号是7907 而后面的收败车辆的车牌号 也是7907 还没有结束 后面来到现场的警车车牌号 也是7907 让我重来偷拍 让我重来偷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宇杰斯前辈娜 受到以光锁一样待遇的女爱等 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网友整理的资料 Miju你今天带蝴蝶结了 是浅测哥哥给我买的 有点不爽 还有戒指 不是我们一起去买的吗 不要这样说 好像就给你买了一样 太丢脸离开镜头 这次是Miju 伸缩自由的颜面肌肉 能不能不要动 看那个手指 Miju今天也看到 金牙了 不要说了 下一个目标 上面看到金牙 这样金牙不见了吧 等一下 我先刷一下信用卡 史上最窝囊的报酬 满足 爽快地刷了报酬费用 我的理想型 噪音噪音 噪音噪音 看那个 用广播来阻挡lovelight 傻眼 啊干什么 我要听那个答案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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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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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一点一点 是我的 是你的吗 本来是我的 后脑有点扁 赶紧保护 拒绝扁头 我就问一下而已 这是奏型式 用拖把拖了吗 米骏很会跳吧 当然会跳 对曲弄来说是震撼 对且三个来说是幸福 宇杰瑟珍惜的娃娃一号二号 宇杰瑟开始换名字叫乐 宇杰瑟有个习惯就是 会将跟自己关系非常好的一人的名字 颠倒过来叫 就像是Q点Q点这样的叫 最近米骏真的是好感 米骏真的很好笑 又漂亮又可爱 宇杰瑟开始换名字叫乐 这是关系非常好的证据啊 太喜欢跟米骏的互动了 以前觉得有点夸张 最近有了会调整步骤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努力的人 很厉害 对说实话 之前确实有那么一点 为什么这么欧巴呢 的感觉 但是现在真的是变成了一个 很棒的综艺人 对于宇杰瑟跟米骏的互动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